爱宝受到惊吓后 趴到了福宝的怀里撒娇 福宝非常乖地把手放到爱宝耳朵上安慰 好像在说 妈妈有我在 你不要怕 这天我们的爱女士还没睡够 被吵醒了 于是他委屈巴巴地在那里独自生闷气 他是那种不会去述说 但是会在脸上表示出来 本来还想继续睡回去 但是睡不着了 眼角的余光发现了旁边的福宝 也醒了 于是他转身 倾向了睡着的福宝 然后躺在福宝的怀中撒娇 福宝揉揉爱宝的耳朵安慰 然后观察旁边的情况 也就在这时 江爷爷看到爱宝不对劲 于是他马上走了过来 并做了询问 福宝看向江爷爷 好像在回答他 爷爷 你放心吧 我妈有我在 没事的 也就在这时 爱宝也发现了江爷爷 然后他更委屈了 全部在脸上写了下来 心疼自家闺女的江爷爷 安慰了一下后 叫他回屋 爱宝深深地看了奶爸一眼后 留下不肯回去 且爬到树上的闺女 转过身 回内室去了 江爷爷也是真的好爱宝家族 他们只要有一点不对 他马上就会出现 不仅身体上照看好他们 心理上 他也给予了他们尊严与尊重 以及关注